市长也多次来建议中央说入境要普筛 但中央打回票了两次 那昨天市长也才说 中央这个入境的部分做半套而已 今天苏贞昌院长回应说 最重要的防疫工作 还是每一个人要依照指挥中心的指引 把防疫工作做好 请问市长怎么看 那中央在境外主角上是否有慢半排额呢 我说该说的是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说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会请你以赴 新北侯友宜再度要求入境普筛 解割力也要PCR 那请问院长的态度 那全面普筛防毒Delta病毒 是清台的关键解放吗 我们过去防疫的工作 都是随时从各方面 很密切的针对病毒 来做各方的防守 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也看到陈时中指挥官宣布 因应新的变种病毒 有新的做法 包括要解除割力的时候 都还要PCR相关工作 但我们也从各国的经验 跟我们自己累积的经验中 看到有许多的伪扬性伪因性 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 最重要的工作 还是每一个人 依照指挥中心指引 把工作做好 把防疫做好 中央地方合作 这样才能把防疫工作 做到最好 请看